大家早晨好 今天是6月17号 早晨起床以后就迫不及待的 打开了房车上的电视机 看一下神舟12号升空的直播电视节目 马上就要升空了 这次有三名航天员一同升空 属于载人升空 太激动了 看起来飞船的状态很好 发射圆满成功 看着我好紧张 看完了航天发射直播 起树了一下 感觉脚有点冷 现在已经打开了柴油锅炉和暖分机 给房车里打打暖气 暖气现在刚打开 看看现在车里温度17度 大夏天的这个温度 现在就再热一下我的早餐 就是昨天的剩饭 没吃完炒磨片 这个碟子盖得上 好像得先撒一点水 不然的话太干了 开了一会暖气 现在防车温度达到21度 可以了 柴油锅炉关掉 暖分开关关掉 现在是又下起了阴雨 现在是中午两点多了 雨基本上不下了 我们现在就准备离开天水 继续往西走 往陨西方向走 然后在陨西和天水之间 有一个武山县和甘谷县 这两个地方我都没有去过 先走起来 然后具体到啥地方停 是边走边看吧 如果路路途中间有好的地方 我们就停下来 住车 全程162公里 这是啥情况呀 怎么把路分了呀 这个宽度 我俩肯定是过不去的 310线关子山体滑坡 正在处置 请过往车辆绕行 G30高速 上高速上高速 前面山起滑坡了 国道不通 咱就走高速 离甘谷县还有20公里 上高速以后 走了一公里 这里有一个关子停车区 这里边有个卫生间 刚才跟服务区的这个停车区的保安人员说了一下 他说是这里边的水是干净的 可以让我用桶提出来给房车加一下 现在就把电动车拿下来 加一下水 这是我做的快接过滤滤性 可以在水管上面接 也可以接到这个短管上面 给这个桶里边放置 好了 满了满了满了 集了4桶水 差不多加了就是个不到80层吧 就满了 给房车加满水以后 又把电动车又架上去了 我刚才为什么要把这个电动车要拿下来呢 其实我刚才完全可以 就是把电动车斜搭在这 只开着一个门 也很方便把桶拿出来给房车加水 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车道 不完全拿下来 斜搭着的话 有可能会对别人造成不方便 还有一个就是 我刚才也可以完全把房车停在这个地方 停在这个地方 水管从窗户里边给它塞过去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地形 这个地方是一个通道 是一个通道 里边有一个提开水的地方 人是要从这儿要过去 然后呢 这是卫生间 卫生间 男侧 女侧 然后水管龙头是在这个地方 咱们如果说是弄一个管道 横在这个过道中间 对吧 从这个窗户出去 有可能 对人家过往的行人 还有上厕所的人造成不便 我想传达一种什么理念呢 就是我们玩房车 其实就是没事干出来玩嘛 对吧 咱是闲人 宁可给自己造成十分的不便 也不要给别人造成一分的不方便 这样呢 我们的这个房车呢 才能够玩的长久 不能像那个前两天网上很火爆的 那个什么正黄旗的老太太 人家别人给你让座 这是情分啊 不让座是本分 我们不能把有些东西理解的 好像是理所当然的 我该怎么玩就怎么玩 我怎么方便 我怎么来 这样有可能就让人家看着有点不太舒服了 咱两辆房车 用桶 提上这么几桶 看着还顺眼一点 如果说是搭一根管子搭出来 人家工作人员 你看你这两个车得加多少水 还给人家这个过往的行人造成了不方便 这样呢 长此下去呢 就会有人讨厌房车 厌恶房车 好了 就跟大家就分享这么多啊 加完水回到房车里看一下 已经下午4点40了 这样加水确实有点费时间啊 现在我就做一下饭 肚子有点饿了 做一个傻饭呢 我最近自创了一个 一种一种美食啊 先给大家卖个关子 电饭锅拿出来 肯定是属于米饭了 具体这是一种什么美食 一会儿咱们 做好啊 等饭做好 也就到住车地了 吃的时候再给大家揭晓米底 好了 饭已经做上了 我们继续走起来 找到今天的住车地了 下车给大家看一下住车环境啊 这是一个景区的停车场 我俩在停车场的角落 找到一个可以停两台车的 这样一个单独的车位 我俩一左一右 形成了一个中间的小院 前面的三栋住宅楼 那儿就是甘谷县的主街道 这儿有一大片的古建筑 然后那儿还有卫生间 这儿有一个广场 戏台健身设施 这个地方的气温也是非常的舒适 我现在穿的短袖 光着胳膊还稍微有点凉快 这个景区好像叫做是大象山 上面有一些古建筑 好像是个寺庙啥的 明天我们再去游览这个地方 总之感觉这个地方还是非常舒适 非常不错的 水马上开了 盖碗茶也准备好了 现在是万事俱备 只等米饭 还有三分钟 为大家揭晓答案 这是我今天做的牛肉拌饭 这个牛肉拌饭呢 就是在蒸米饭的时候 放进去一点这种 平凉的熟牛肉肉丁 现在我 现在拌一下给大家看 不要笑我啊 这么好吃的牛肉怎么能浪费了呢 这就是我密制的牛肉拌饭 我这是拌好的 没拌好的一个样子 其实呢就是蒸点米饭 然后里边放上牛肉丁 然后放一包这个咸菜 然后拌上这个老干妈就行了 不过这个味道还是很好吃的 尝一口 嗯 很香 老干妈有点腻 然后配这个咸菜块呢 是个解腻的 还有牛肉丁 我今天做的这个牛肉拌饭呢 灵感来自于这个东西 这个图片看起来很好看啊 但是右下角写了一个图片 仅供参考 但是呢 咱自己做的这个就非常有料了 牛肉丁 然后咸菜丁 用老干妈拌着吃 味道也不错啊 我觉得 这个味道完全和可以和这个香媲美啊 再品尝一口盖碗茶 啊